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 也是进行了这个项目的预赛 英明跳板的比赛 他们会按照决赛排名的倒许 来一次登场 中国队呢 在这个项目当中 只派出了一位选手李亚杰 这是来自山西的一位运动员 一会儿李亚杰将会在 这位选手我们要特别地关注一下 来自美国的贝肯 金牌啊 是2005年 那自此之后呢 连登上领奖台都非常的罕见 上一届的市井赛 他们也是在 现在美国的各个大学当中 也是有不少来自中国的教练执教 他们呢 也是带出了很多优秀的选手 达到56点40分 以及上一届的世界锦标赛当中 收获了女子一米跳板的冠军 在这次比赛当中 我们又推出了一位小将 这是在去年的全国赛上 拿到这个项目第一名的山西选手李亚杰 比较强 第一条是403 向内翻腾一周半躯体 当然难度越大 风解越高 一米跳板这个项目当中发现很多 大部分的三米跳板的这些 像王宗元啊 参加市井赛 都在一米跳板上 先解锁自己的世界冠军 江亚大选手瓦勒在这一轮 如果板向上的时候 人正好往下走 冠军看起来还是挺翻腾 完成高度 已经翻完一周了 所以它打开的比较早 这样就起跳不够高了 哇 这个起跳高度真的是太 那一组动作确实是 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有一点点前出 在入水的时候 就是翻腾一周半躯体 但这个运动员确实个人的能力 还是比较强 中期整个职业生涯 都要去寻求的一条 在冬天奥运会结束之后 比完了自己最重要的一场国际比赛 担出了赛场 现在那也是加入 这一轮向后翻腾一周半躯体 也不错 这是两个好阶段 裁判员在打分的时候 基本上会先把这个动作 放在一个恰当的阶段当中 有效分是三个七点五 部分参赛的选手都是在跳台方面 好在啊 这个运动员确实很着急 两只脚好像点了一下板 接着就开始做翻腾了 有了 这个起跳高度真的是太过瘾了 那抓住这个大难度 李亚杰很有可能要反超加拿大选手了 在上一轮结束之后 它是落后于李亚杰十分左右 排在第二 确实一米的高度实在是太有限了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选手里面 绝大多数一周半翻过来 就已经很勉强了 极个别的两周半 很强的运动员 咱们的教练呢 就会告诫中国选手 美国选手贝肯最后一跳 也算是稳定发挥吧 今天还是稍微有一点往前冲 但问题不大 这个运动员确实是 有点遗憾难过的表情 就是因为她觉得贝肯的这个分数 有可能要把自己挤下领奖牌 276.65 这样美国姑娘也是超过了 之前领先的加拿大和意大利选手 排在第二 最后来看李亚杰 这一跳是5333D 没有问题 有一个明显的制动动作 空中姿态也极票 第一次来到世界大赛当中 能够有这样的发挥 确实是可圈可点 很棒很棒 来看一下分数 大难度的动作 跳到了8分 这样总分也超过了300分 300.85 大难度的动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